室外的烧烤摊 这是一个夜市啊 非常的热闹 我们走到来水这边 正好赶上晚上下高速了嘛 一下来之后 我就发现它这儿是这样的一个夜市 还挺热闹的 在北京啊 看不到这么热闹的夜市了 北京以前有早市 现在连个早市都费劲了 除非去郊区了 你看卖什么东西都有 蔬菜 主要是烧烤比较多啊 然后这边还有玩的 不用去自博吃烧烤了啊 可以在这儿也能吃烧烤 只不过它这儿和自博的烧烤吃法不一样 这儿是有烤烧鱼 自博是用饼卷那个串吃 你看这卖什么都有 这两边那边也是烧烤 然后这边也是烧烤 这两边好多家烧烤含料 很热闹的一个小夜市 它这儿是来水新城 然后这儿有一个售楼中心 它这边的楼房 我刚才问了一下 在这儿做生意的这些老板们 说是七八千亿平米 这离北京还真的是挺近的 比固安要离北京近好多 没有 各种各样玩的 然后这边是小孩玩的 还有蹦蹦床之类的 挺热闹的 还有没有 这个蹦蹦床 这还有小小朋友玩的 很热闹的一个地方 这边也是 这边是一个吃闸串的 反正就是很接地气的 一个小夜市吧 还挺热闹的 说实话在北京真的找不到 这样的夜市了 而且他们这儿的西瓜 他们这儿的西瓜才一块钱 一块多钱一斤 我问了一个西瓜 是那种麒麟瓜 小麒麟 一块钱一斤 真便宜 北京都四块多钱 北京的麒麟西瓜 四块钱一斤 有三块七毛多的 有四块多的 还有 还有敲鼓的 还挺热闹的 应该是扭压个的 或者是跳舞的 看这个烧烤的摊位 搞得很有情感 还有这样的小帐篷之类的 在北京吃烧烤 现在都是去店里边 没有这种室外的烧烤摊位了 而且好多饭店里边 都是那种电烧烤 没有这种炭烤的味道好吃 看我们家儿子 在这玩上这蹦蹦床了 这么大了 还玩蹦床呢 他今天穿着拖鞋出来的 他那个甲锅炎了 然后踢球踢了 就没穿鞋 穿着拖 光的脚丫在这玩蹦蹦床 然后这个 看我们这个 人家老大也在这玩上了 15块钱随便玩 15元一位随便玩 没时间 对 你这玩了还没三分钟呢 放够了 我们这个只要是转的什么呢 都玩不了 都头晕 当芭蕉游乐园里边那些玩的东西 只要是转的 我们家这个都玩不了 老大也不行了 老大也玩够了 也晕了 玩蹦的和转的 他都晕 我也奇怪了 这个来水的县城啊 晚上还挺热闹的 灯火辉煌的 我这正好是在一个十字路口 刚才在那个夜市是他的这个新城 这是他的老县城了 应该是 我们在他这个水水县城里边啊 又发现这么大的一个夜市 真挺好玩的 然后他旁边是一个商场 汇金城 然后他这还有肯德基 我们上次在这来的时候 夏天就没有这么热闹 这还有套圈呢 好多年没有玩过这个套圈了 记得还是小时候玩过 然后要跟着我 中国麻核桃基地 转了一圈 他这个夜市还挺大的啊 非常的热闹 在北京啊 真的已经体验不到这种感觉了 想要感受这种人间烟火气啊 还得来北京的周边城市 这样的感觉您喜欢吗